這個呢是詹姆斯在拍賣網上上面買的一個水龍頭 它是一鏡然後三出的 它可以個別控制每一個 額外的出口 詹姆斯在網拍上面看的時候呢 感覺圖片看起來質感蠻好的 但是實際上拿到呢 可能跟圖片的 預想的質感不太一樣 然後由於詹姆斯呢 沒有要馬上裝呢 然後又怕過了七天的建賞期呢 可以免費推換貨 所以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到底 它可不可以有效的止水 會不會裝上去之後這邊關不緊 那這個摸起來主要是有一些地方呢 它都沒有把它倒好 會有一些粒粒的邊角 像這邊會粒粒的邊角 它會隔到啊 這邊也沒有把它收好 它這邊呢是四分的外牙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這一個 是奶嘴孔 它是一個四分跟六分 它是兩個二而一的 這個如果轉接起來呢 這邊是六分的 把這個接上去呢 這邊變四分的 裡面都有一個黑色墊片 你在裝的時候呢 一定要確認墊片有在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裡面 它裡面是 內四分的 內四分的 然後這是外四分 出牙 好 那你可以把它 轉上去 這樣就連接好了 然後接著我把我們的水管車 接上水桶筒 它這是一個快速接頭 在我們這邊也裝了一個奶水桶 所以可以直接 裝上去 接著我們把這個水管車的這個噴嘴呢 拉上 把這個噴嘴拉掉 這邊也是一個快速接頭 接著呢 接上我們水用頭這邊的奶嘴頭 好 這樣子就連接完成了 可以先來測試 把這個水閥轉上來 它就會 水呢 會從這邊出來 而不是從這邊下來 好 打開水 好 這樣不是已經把水打開呢 我們看這邊 那首先我們來測試這個陶瓷型 會不會正確的止水 好 開水 止水 它沒有在漏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水閥是正常的 接下來下面還有兩個水閥 我們來看這個水閥 好 正常 出水 關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水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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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水 關 對 出水 好 正確止水 好 在裡面的陶瓷型呢 都是正常的 這樣呢 就可以放久一點然後再安裝 就可以放久一點然後再去安裝 好 這樣不是就提供這個測試方法給大家 如果你有 新買的水龍頭呢 想要先測試看看 到底 會不會正常運行的時候呢 就可以安裝這個 這個是 4分 6分的 奶水蟲 這樣子 來測試